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在近日 加沙地区武装人员通过火箭弹 攻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北部 造成近7名以色列居民受伤 以国防部车 行动由哈马斯 及伊斯兰抵抗运动策划 或者予否认 随后 以军出动F-16 对众多哈马斯目标进行空中打击 同时 出动坦克拔出两个哈马斯据点 并在加沙地带 集合了两个装甲战斗部队 与一个步兵旅 准备对哈马斯开展地面打击行动 因着起奇迹事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特地取消对美国的访问 由此可见事件紧急程度 加沙地区市 是巴勒斯坦国最大的城市 该地人口在去年就接近400万人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 上世纪60年代 加沙被义军夺取 并在2005年决定撤军 2007年 哈马斯和法塔赫 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在加沙交战 两者于2017年决定和解 扣任对加沙地带形式控制权 然而 法塔赫主张同以色列开展和平谈判 并承认以色列是个独立的国家 政策十分温柔 哈马斯则主张唯有战斗 才能让一切的问题迎刃而解 这也是以军为什么不打击法塔赫的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 还正式签署了总统令 宣布戈兰高地 是以色列领土 这片领土一直驻扎着伊朗军队 西利亚阿范尔政府军和哈马斯的势力 这些武装势力 经常在以色列的东北部地区进行袭扰 格兰高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几句临时利亚首都大马圣格 只有运势签名 陀善处理袭击事件后 内塔尼亚不则快速动任地板美国 出席了特朗普的总统令签署仪式 他十分感激特朗普政府的举动 称美国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好朋友 美国这一番举动 引起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俄罗斯等国家也及时提出反对 在反对的国家中 竟然包括了美国的盟友日本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监委强调 日本会继续跟进事情进度 且日本政府的立场从来是 不承认哥兰高地为日本的领土 这里一场在未来也不会改变 眼下 和平和稳定是最让人期盼的 这两点对于酒精战火折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由而看重 然而正因为对这两点的迫切期盼 生活在加沙土地上的民众 选择追随哈马斯进行斗争 以色列的国民则响应政客们以压垮压的号召 这使得两个阵营的冲突不断升级 客观来看 巴伊双方都处于全民皆兵的强态 且双方的兵远动员能力接近极限 以至能力更加全面的模式打击哈马斯 而哈马斯的火箭弹和非常规手段 也能将前者的目标组定 传统概念上的战线已经不适合双方 双方的全方位对抗 已经完全消除了前线和后方 士兵和平民的概念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每个地方都是战线 双方在未来的对抗也将更加持久激烈 仰向于强大国防力量的以色列 今后也会自信满满地加强对哈马斯的打击力度 后者并无太多胜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